好,我们一起来诊念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敬闻得朔词 愿解读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本愿经大义 尊敬的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 借共修 的姻缘 再次跟大家来 喜讲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一次喜讲的呢 就是选择 第一品 就是 刀立天空 神通品第一 那在喜讲当中呢 分为三个阶段 先把 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为大家说明 那第三的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第一品的内容 这些呢 就是选一些主要性 重要性来给大家分享 三个阶段 那首先呢 讲经之前呢 我呢 又感谢 主义同修 特别是我们的证据是 因为 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一般呢 我在 常住一个地方 只要超过一年呢 我就会宣讲这一部经 今天 今年我已经在啊 我们学题 已经住了两年了 再加上呢 过去 过去 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师父上人呢 常劝导我们讲经的 特别是讲经的法师 无论在国内 无论在国外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地方 第一部经 首先要先讲的 一定要从地藏经开始 这个是我们师父上人 劝导我们 讲经的法师 必须从地藏经 特别是我们 镜中的道场 特别是对于 那个先建的道场 或者在规划 要建这个道场 必须一定要从地藏经开始的 然后呢 再来 讲无量 塑经 为什么讲无量 塑经呢 就是 劝导大家 深信净土 念佛 发愿 求生 极乐世界 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求生净土呢 只有一个 就是要了生死 就是要一生圆满成佛 没有别的 但是 但是 在这个地方啊 首先必须来给大家 先说明一件事 因为有一些人呢 有一种想法 特别是我们 念佛的道场 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的 不要 有误会 既然念佛 还许什么样的 其他的经典吗 还需要吗 因为很多人呢 或者我自己本身呢 曾经有遇到的 遇到有一个念佛的统修 跟我讲过说 师父 一门深入 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 还需要学地藏菩萨本缘经吗 你们说 他讲的话 有没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呢 你敢说吗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对佛法 没有真正的了解 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念佛 我告诉你们 不但你念佛不能成就 而且保证 你将来不能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什么原因 分别性太重了 如果这样的想法 用这种的观念 那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苦口婆心 讲经讲了四十九年 办了三百亿会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 为我们讲无量的法门 而且归纳起来有八万四千法门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干脆 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 没必要 在讲其他的经典 也不用讲了 也不用住在这个世间住了这么久 八十岁才入涅槃 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 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我们学佛法 一定要明了 佛所所的法是什么 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净土 这个净土中里面有三部经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讲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宣讲三部经呢 干脆一部阿弥陀经就好了 何必还在讲观无量寿佛经 观无量寿佛经叫我们修什么 无量寿经叫我们修什么 你要明白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是什么 你这样才能够成就 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学佛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成佛的 那你要成佛之前 首先你要有一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 就是你的根本 你的基础 你的基础必须要稳固 你学佛要有根 你根一定要稳固 为什么要有根呢 我们学佛才会走方向嘛 才不会走错方向 你有根 你就懂得怎么样境界 才不会容易懈怠 才不会容易 拖拦 才不会容易退转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的诱惑很严重 大家有没有记得我意啊 你们认为这个环境诱惑大吗 真的诱惑很严重的 再加上我们内心的贪欲 称慧 愚痴 傲慢 再加上我们的自私自利 我们每天都是被这些饶着 如果我们学佛的基础不稳的话 那我们容易被迷惑了 容易退转 人一迷惑了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去发现 今天为什么念佛的人多 什么原因 为什么往生的人少呢 什么原因呢 菩提心发不出来 今天我问你们 你们念佛到现在 有没有成就 进得多还是退得少 为什么我们念佛进得少退得多 为什么现在念佛很普遍 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少 菩提心发不出来 你看我们学佛 在五量寿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宗旨在哪里 发菩提心一向专业 菩提心是怎么样能够发出来 为什么没办法开选出来 因为根本 我们的心地没有发出来 什么叫做心地 简单来讲 你的孝敬没有发出来 你那个孝敬的心 你没办法发出来 你的菩提心永远不会发出来 这个我们念佛的人一定要知道的 很多我们到最后为什么不能成就 什么原因 没有把根本 把基础 学好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必须先跟大家来解释 不要有误会 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要我们讲这一部地藏经 特别是在我们镜中的道场 特别是先进的道场 必须先要讲这一部剑 什么样的原因呢 你看你想要建道场 建道场 你要有土地 你要建设 你要建设你必须要有土地 你没有土地你怎么建设 有土地修到才有场所 而这个土地 这个地所指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心地 这个心地是什么 就是你的孝敬 因为我们修学佛法 都是以心地为依据 你没有心地 你是没办法建立的 成佛是无从建立的 没办法建立的 就算今天你都用功念这句阿弥陀佛 勇猛地建建 你那个成佛无从建立的 因为你的基础没有 真的 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 你没办法 所以我们看下面 佛告诉我们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我能够跟大家来学习这一部地藏经 我等了 等了一年了 不敢开口 又没有人请 真的 又没有人请 你看 真的 哎呀 所以自动 就好像叛员一样 你看我们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地藏经 是我们修学佛法 特别是在一切的大臣法门 大臣 净土法门也是属于大臣法 是一切大臣法门的基础 是一切法门的根本 为什么呢 因为修学佛法 如果我们不懂心地法门 如果我们今天不知从根本修起的话 到最后绝对的 这个是主师大德所讲的 我们到最后绝对一无所存的 这个是真的 一无所存 因为下面会慢慢跟大家来说明 无论我们如何发愤用功 依旧都出不了六道轮回 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 还没有根嘛 那根是什么 慢慢来讲 慢慢来学习 刚才已经讲过了 地藏菩萨最主要建立在哪里 你看现在我们 这个时代 释迦牟尼佛称为什么时代 五卓二世 为什么称为五卓二世 为什么称为动乱的时代 把根丢了吗 你跟他讲根本 你跟他讲孝敬 你跟他讲孝心 大家都认为 那个已经落伍了 不适合现代这个时代 不适合现代这个时代 所以感召了现在这个环境 你看这个中国 我们看下面的 你看我们中国大臣佛法 你看中国大臣佛法 都是以四大为 四大菩萨给代表 而这四大菩萨排第一的是谁 我们一般讲就四大名山 在中国嘛 第一个的九华山 九华山是代表什么 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而地藏王菩萨 大家都知道 这代表孝敬 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本 然后从地藏菩萨排第二 然后再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知道 都是代表慈悲 文殊师利菩萨 代表智慧 然后最后 普贤菩萨代表实践 你从这个四大菩萨 你就可以看得到 只有孝敬 你那个慈悲心 才能够流露出来 只有经过 学习 落实这个孝敬的心态 你的智慧 自自人人才能够流出来 孝敬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的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佛法 今天的佛教 为什么会衰微呢 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们学佛 为什么不能像祖师大德那样的成就呢 不要说祖师大德 你看那个网生传里面 那些不认识字的 没有听过佛法 但是你看他们 为什么他们念佛 我有这么一大的成就 为什么我们今天天天读经 又认识字 每一天又听经 又不断的经过这个科技的发达 我们要听什么经都很方便 为什么我们的成就 不能像他那样的成就 原因在哪里 大家一定要去思维 我今天念佛 为什么没办法成就 原因在哪里 出现在哪个地方 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原因最大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孝敬的心 什么叫孝敬的心 敬 敬就是说你能够依教奉行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劝导我们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你有没有听话 你有没有老实 你有没有真感 所以印光大师过去讲得很好 一分沉浸得一分离 你有五分的沉浸 你就有五分的离 佛法关键都在重在十字 就算你依据佛法 你能够落实在生活里面 你所得到的就是那些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用这种心态来学佛的话 那就是不是来学习佛法了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消遣的 玩弄佛法 而且你所学的 只是修一点有弱福报而已 什么叫有弱福报 你的福报都还是做在六道轮回 你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这个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呢 我们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下面会慢慢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 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观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这观经 就是观无量受佛经 佛告诉我们 首先我们一定要怎么修 你必须要把祭灭三福 而且佛一条 你必须把它做到 你看哦 佛告诉我们 孝养父母 奉使师长 持心不杀 修 使善愈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念这个 连三岁五岁小孩都会念 但是八十岁的老翁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一目了然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五官无量受佛经 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了 威迪西夫人 威迪西夫人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非常的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起了一个欢喜的心 向往的心 告诉释迦牟尼佛 我很想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威迪西夫人 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必须从今夜三福 你没有把今夜三福你去不了 很清楚的 我们有没有做得到 真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孝敬 他的精神 事实的真相 一句 净业三福 统统你做圆满了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先把净业头一条 拔做好 因为这一条是你做到了 你才会有做人的资格 而修这个福报 你才能够有资格在人天去享福 如果我们做不到 你想一想 不要说成佛 连小城出过阿罗汉 你都没份 人人天 你都没份 为什么呢 没有做人的资格 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你所修的福报 在哪里讲说 三恶道 特别是恶道 恶鬼道 在出生道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 什么原因 对事 对理 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没有真正的 去透彻明白的 真的 你看哦 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 真的很清楚 如果今天地藏菩萨本院经不是很重要的话 释迦牟尼佛在刀利天宣讲这一部 经的时候 连续的三次嘱托地藏王菩萨 我将见入涅槃了 一直到米勒菩萨出现 米勒菩萨距离我们现在还多长时间 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这么长的时间 你想一想 没有佛的存在 释迦牟尼佛告诉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原浮体众生非常苦 你要想尽办法 你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你要一定想尽办法帮助他们 不让他们跺在三恶道 特别是在地狱里面 释迦牟尼佛连续的三次嘱托地藏王菩萨 你要好好帮助一切众生 不要放弃一切众生 就算这个众生造了最大的恶业 你也要想尽办法来帮助 地藏王菩萨接受这个使命 这个使命很重 尊敬的最统修达德 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要接受呢 而且地藏王菩萨告诉释迦牟尼佛 佛啊 你不要忧虑 你不用担心 我会想尽办法 就算这个众生造罪的罪业 我也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他们 你放心了 现在的众生不好度 真的不好度 不要说外面 说我们 教你天天念佛 受五戒 有没有 来教我们 礼拜五来听地藏菩萨白眼镜 师父啊 明年吧 时间还很长 众生很难度 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真的太难度了 你看那个 李秉仁老居士不是讲了一句话吗 现在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 也来不及了 很难教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做一个思维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把这个使命 交给观世贤菩萨 不交给给文殊势力菩萨 不交给普贤菩萨大师之菩萨 为什么拼拼交给地藏王菩萨 从这个地方一目了然 你就知道了吗 但是很可惜啊 很可惜 什么可惜法呢 我们看下面的 地藏王菩萨想尽办法 怎么样来帮助一切众生 但是还有很多人认为啊 地藏经也没什么高明之处 没有高明之处 大不了都是在讲什么方法 都是在讲人天善恶因果 除此之外 好像都没有具体 讲什么呢 成佛方法之道 很多人哦 包括我们在内 甚至有人说 地藏经啊 是对那些 鬼道的啊 的众生 很多人都认为 这部地藏经 只是 所讲的都是人天善恶因果 这样而已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去看 地藏菩萨本院经的内容 你知道地藏菩萨 本院经 他所度的对象 是什么的身份吗 你们知道吗 你去看看 这个地藏菩萨本院经的内容 从第一品 到第十二品 你知道地藏菩萨 本院经这一部经 他所度的对象 是法僧大士的身份 法僧大士不是一般的菩萨 我们跟法僧大士相比 不要说跟法僧大士相比 连小城出国阿罗汉 我们都比不上 小城出国阿罗汉 是什么样的境界 见思烦恼断尽了 见思烦恼 八十八片已经断尽了 你有没有 我们没有 真的我们没有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对于这一部地藏经 才会产生什么 清漫的心 认为这一部果是一部 劝善的经典 这个又把地藏经看清了 真的很多人 如果你真的去看真的地藏菩萨 本院经 他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针对这个法僧大士的 所以首先我们 我有这个责任 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这一部经的重要性 必须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我为什么要来讲这一部经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这一部经 譬如 你看大家可能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经文一开端 你看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一部经之前 还没讲 释迦牟尼佛还没讲这一部经 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十方无量无边世界 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 不可说不可说 一切诸佛 都已经到齐了 都是已经聚会在道理天 释迦牟尼佛还没讲这一部经之前 十方一些诸佛如来都到了 一尊佛都不落掉 如果讲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来讲 连东方世界要失如来 连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也必然参与这一次的大会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三百余会 讲了经 讲了四十九年 共起来有八万四千法门 整部大藏经 你去开一开 你去看一看 有没有 释迦牟尼佛讲经当中 有像这样的 殊胜的 有没有 找不到 你去看 你去把那个大藏经 你把它展开 你去找 有没有找到像这样的 一尊佛都不落掉 而且 而且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去看 释迦牟尼佛 还没开始讲这一部经 你看 刚才讲 一切诸佛 通通都到齐了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法门 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一切诸佛 共同重视的经典 也说明是一切诸佛 共同参与的法会 参与的经典 就算将来 米勒菩萨 降生在这个世间 为母说法 也是如此 所以道立天的天主 那个福报太大了 真的 那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的重视 共同的景点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当讲这一部经 讲完之后 讲圆满之后 到最后 大家去注意 大家去注意 你看那个地藏经里面 有为我们启发 最后的 你看哦 释迦牟尼佛已经讲完了 已经讲完了 这一部经 但是一切诸佛中途都没有退场 你想一想都没有退场 有一些菩萨 释迦牟尼佛已经讲了一半了 他才到场的 他才来的 但是一切诸佛如来 一尊佛还没讲之前都已经到了 而且这个法会圆满之后 一切诸佛一个都没有离开 还在现场 说明诸佛不是来做一个样子 从头到尾 全程参与 你想一想 全程 释迦牟尼佛一般讲经 你们都知道 经讲完了 大家都散了 各回各的 但是唯独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释迦牟尼佛讲完了 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没有离开 那你想一想 如果这一部经不是很重要的 死方诸佛如来会这样做吗 他不是来做一个样子 是来为我们说明什么 那今天你们大家要不要成佛啊 要不要 不要不要靠着这个口 要要要要 进阶一来 什么都忘了 尽尽的 要成佛 那你要好好从头到尾 把这一部经听完 所以 在这一部经 有为我们启示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在这一部经有为我们启示 启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凡是有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方 像我们今天在研讨这一部经 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经 只要有宣讲读诵念或者学习这一部经这个地方 我们相信 一事好华语都没有 一定会得到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加持 这个你一定要相信的 会获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加持 而这个就是佛讲地藏经 殊胜这个法会的地方 所看到的一种不同的一幅场景 所看到的 所以地藏经是 佛一生讲经说法的根本法门 就是我们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都是依这个法门修行的 到最后修圆满 也不过是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什么 达到极致而已 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很多人就问师父 那今天地藏菩萨本愿经非解不可了 是不是不念佛 不念《无量说经》 又回头过来来学地藏菩萨本愿经 不是的 你不要误会这个道理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不要 那开始 那是不是明天开始 《无量说经》不念了 阿弥陀佛也不念了 开始念地藏经 开始念地藏菩萨名号 不是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代表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心地法门 再说 直接一点 心地法门所讲的 就是孝道法门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因孝心而发愿 度众生开始修行的 你看今天法上比丘 他是一个皇帝啊 他为什么要舍去王位 然后来修行 他为什么这么用功精进勇猛 最后建立了西方极德世界 把西方极德世界 供养给十方一切的众生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尽孝先马 就是将孝心圆满落实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一部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刚才已经讲过了 法会结束 诸佛如来都没有离开这个法会 都在谈什么 谈孝道 谈什么呢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虽然成佛的方法是不一样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 就是孝敬一切众生 成佛方法可以不一样 像我们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成佛 每个法门都能够帮助我们成佛 虽然不一样 但是共同有一个目标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 给大家讲一下 简单一下 你看死方诸佛如来 他们为什么不与与利的 不断的 都是要度化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为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精神 让他们感觉不疲倦 不累 而且那种精净勇猛 非常的精神 无论众生来批评 毁谤 十方菩萨 诸佛菩萨 从来都没有放弃的 也是想尽办法来帮助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什么样的原因呢 是什么样的精神 让十方诸佛菩萨 有这么样的精神 愿力不可适宜的 什么样的原因 孝敬嘛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这个孝敬这两个字 把诗词的真相了解了 你今天念佛 那真的不一样了 你不当然不会退转 而且你永远的境界 而且你的念佛只有法使 没有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你念佛不是为你自己 为谁 为一切众生而念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我今天念佛为谁 不是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 今天我为什么要发愿到西方结德世界 没有别的 为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往生西方结德世界 如果你把这个事实真相 把这个孝敬这两个字了解明白 透彻了 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看到自己 你哪里会伤害别人呢 你还会跟众生计较吗 你还会跟众生计较好还是坏的 善还是恶的 你还会跟众生起烦恼讨厌恶吗 不会的 因为一切众生都是跟你是一体的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连这个道理你都不知道了 你今天念佛为什么这么容易退转 你那个发菩提心发不出来 为什么发菩提心发不出来 你没有把孝敬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 属于过去净土中 过去 我们看下面的 过去的净土中 你看第八代祖师 廉始大师 第九代祖师 偶一大师 近代的映光大师 他们对这一部《地藏菩萨本院经》一生都是不遇余力的语 都在弘扬 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偶一大师 廉始大师 映光大师 不遇余力的在提倡 什么原因 因为祖师大德认为 这一部经确实是一切法门的根本 如果一个人想要修行成佛 但是孝心不能开闲的话 对眼前的父母不能尽孝 对生生世世的父母 谁是我们这生生的世世的父母 就是对一切众生不能生起如同对父母一般的孝心 刚才讲过了 你的内心 那个菩提心是发不出来的 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 成佛的正因 那就无从见利了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净土历代主世 重视这一部经 就是要我们开发我们的心地的美德 开发你的心地的美德 那你想一想 连祖师大德都在不与你力劝导我们 要学习 那你今天还会有人来排斥呢 所以不能轻视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发开发我们心地的美德 这个美德是指什么 就是你那个孝心 不仅仅对父母 你能够孝顺 对生生世世 你的父母 就是对一切众生 所以 这个孝道不仅仅这样 对一个父母的孝敬 能够对一切众生 你能够孝敬 那就不得了 那就不得了了 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不能小 把他心事 把他看过 对这一部经的误解 这个是简单 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他的纲理 为什么我们要学地藏菩萨本愿经 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菩提心 无法能够开显出来 原因在哪里 刚才已经为大家说明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 这一部地藏经 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我们看下面 是什么时候讲的 释迦牟尼佛讲经 都有记载的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一部经 就是讲完法华经 法华经讲完 法华经分量很大 那讲完法华经 释迦牟尼佛就到道理天 为什么要到道理天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 摩耶夫人 生释迦牟尼佛七天之后 就离开这个世间 离开这个世间 他就生在道理天 属于释迦牟尼佛 都去道理天了 去报母恩 来说这一部地藏经 摩耶夫人不是一般人 他也是诸佛菩萨来的 再来了 而且他曾经发过愿 要做十方一节诸佛徒来吃母 将来 到了人间 到了人间那个时候是十四日早晨 十四日早晨 十四日早晨 那当天 释迦牟尼佛 就为大家宣讲 大班涅槃经 大班涅槃经 那大班涅槃经讲完了 一天就讲完了 讲完之后 释迦牟尼佛就宣布了 十五日就入涅槃了 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经 是什么时候讲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明白了吗 听懂吗 那以后如果有人问 地藏菩萨百业经是什么讲的 你不能让我丢脸 不知道 写无法师 在我们两年都没什么介绍 都没什么讲 你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到道理天抢经 是因为母亲的姻缘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经体 因为时间很短嘛 尽量把这一部经能够讲完 那经体呢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这个经体 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 他这个经体的由来是怎么来的 而且在这个经文当中 释迦牟尼佛签字为我们 说了这个三个的经体 为什么突然间释迦牟尼佛会讲这个三个经体呢 我们在第六品就会看得到 第六品最后 第六品 谁来请法 普广菩萨来请法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总共有十三品 这十三品每一品都有菩萨代表的 第一品是文书斯利菩萨 第六品是普广菩萨 赞叹品第六 如来赞叹品第六 是普广菩萨来代表的 那末后普广菩萨就问 释迦牟尼佛嘛 他说啊这个地藏菩萨愿力不可思议 慈悲不可思议 愿力不可思议 这么不可思议的一部经典 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 请问释迦牟尼佛 请问世尊 将来我想要推广流布这部经 要以什么样的名 来推广呢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普广菩萨 第一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呢是地藏菩萨本行经 第三是地藏菩萨本势力经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普广 你将来去度化一切众生 你推广这一部经 你以这个三个经体 选择一个 以愿来推广这一部经 所以为什么翻译经典的法师 就是翻译这一部经的 是十刹难陀法师 为什么他老人家特别选择本愿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为经体 十刹难陀他在翻译这一部经的时候 他为什么特别选择地藏菩萨本愿经 因为这一部经告诉我们 本愿是尤为重要 以本愿包含了本行 以本愿也包含了本事力经 所以从这个地方 那个大愿 那个发那个愿很重要的 真的非常重要 你有愿你才懂得精进 你才不会退步 你才懂得 我又怎么样来超越六当 了生死 所以 阿弥陀佛 你看 以四十八愿 为了要度化众生 发了这四十八愿 以这个四十八愿去用功 去努力去奋斗 怎么样来成就 那我们今天也要发愿了 发什么愿呢 很简单 一个人发一个愿 从今天开始 发什么愿呢 我从今天开始不讨厌人了 就过了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阿弥陀佛 我都不讨厌 看一切人 都是很顺言的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唯独自己都是凡夫 你要发这个愿 你才能够进步 对不对 要不要人家睡一旦 遇到境界的时候 喜气又来 喜气一来 无名烦恼又来 无名烦恼 你看又造业了 脾气呀 称慧呀 愚痴啊 种种的 所以十刹难头 就是选择 本愿为经体 然后我们来看 地藏菩萨本愿 本愿经 总共有六个字 那这个属于什么呢 属于别体 所谓别体呢 就是这一部经的别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部经 跟其他的经典 他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的不一样 就是他的名称 是本经独有的名称 所以叫做别体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 跟其他的经典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经 经是通体 所谓通体呢 凡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称为经 所以故名通体 所以这个也简单的 为一个大家说明 最后 那我们先说明一下 地藏菩萨这四个字 地藏菩萨是人 人民 而地藏这个两个字 是人的菩萨的菩萨的德号 那么菩萨的德号 是以什么立名的呢 这个很重要 你看诸佛菩萨的名 是以什么立名的呢 你看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 文殊色力菩萨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的名号 是以什么立名的 我们这个一定很重要 跟一般的人 我们一般 父母 对儿女 要取了一个名字 首先 一定要按 五行八卦 来算一算 一般嘛 一般 比如说 我要为我的儿女 取一个名字 为我的孙女 取一个名字 希望这个名字呢 能够带来吉祥 能够带来顺利 能够带来这个家属的 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能够带来这个 兴旺 带来给我们这个家属 能够带来快乐 所想的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从来不想别人的 都是想自己的 那而佛菩萨的名号啊 那重要不一样 佛菩萨的名号 都是为度一切众生 不是为了自己而利益的 好听而利益的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 你为你而你取名 为了什么 一目了然了嘛 像我 像师傅的名字 师傅的名字 印尼的名字叫AMAT 很短嘛 我以前常常跟我妈妈 反应过了 她说妈 这个名字这么多 你看同学常常取笑我 你这个名字 为什么这么奇怪 又短又很难听 没想到 AMAT是印尼的本土话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孝顺的意思 AMAT AMAT是印尼的本土话 如果翻成 它的中文叫叫孝顺 我问我的母亲 我妈妈你为什么给我 几个名字 我妈妈跟我讲 你不但你要孝顺父母 你要孝顺老人 这一句话还到现在 印象很深 到现在 我母亲都不学佛的 只是每一天拜观念而已 念观世音菩萨 除了这个没有的 但是 所教出来的教我们怎么样 你要以这个名字 提醒自己 你要孝顺父母 你要孝顺老人 所以你看师傅每一天 不是每一天 常常为什么到老人院 每次有机会都会到老人院 带着这些的居室 帮助这些老人 剪头发 煮东西 给他们吃 讲故事 唱歌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影响力最大是谁 这是父母教出来的 所以你看我一生出家 只有一个愿望 没有别的 我出家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把这个 弥陀老人 弥陀村的老人 好好把他建立好 好好把他管好 把他做好 希望他们将来 能够聚在一个地方 好好在这个地方 不用担心 只要你好好念佛 你好好在跟大家一起 能够聚会在一起 好好在这个地方 好好用功 吃住什么都不用操心 你好好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我们山上的这个道场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那边念佛 也不用担心 只要你上去 你好好念佛就好 因为将来的老人 真的很可怜的 说实在 真的很可怜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地藏菩萨 诸佛菩萨的名号 都是为度一切众生而立名的 不是为自己 那地藏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感谢我们 真的感谢你们 真的谢谢你们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 学习这部地藏菩萨本原经 那从这个纲里 你就明白了 我念佛 最主要是什么呢 关键在哪里 这个今天 简单跟大家来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个星期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我们再继续来给大家介绍 地藏菩萨 这个地藏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今天有讲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吉祥如意 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